要有成型的那种 要带着一种 带着就好 要有成型的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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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开车就开车 用新军的做法 要是吗 也有必须要往事的时候 拿来就是一个实践 把你放在那边 有更多一个习惯的地方 来到现在来的 来到这种 好家伙的一串匪的猪子 卖了5800多万 翡翠只有中国人喜欢 出了国就没人认了 如果到今天你还这么觉得 咱们格局就有点小了 加士德的春拍这两天开始了 5月25号那天 瑰丽珠宝及翡翠首饰厂 有一个重量级的落锤 就是这条翡翠猪串 成交价格折合人民币是5891万多 整体一共33颗猪子 什么概念呢 这其中一颗猪子是178万 假设我不吃不喝 不谈恋爱一个月能赚1万块钱 努力撑个15年也就买得起这一颗猪子了 我在努努力干它个490年 我就可以买得起这一条猪串了 行了别哭了 我们看一下官方给的放大图 这猪子的结构和水头都可以说是非常好了 但是有杠精肯定会说 哎 你看它还是有棉絮啊 那是荡然了 翡翠的种水再好 它也得有结构 这就好比说一个美女 她长得再好看 也得有鼻子 有眼睛 因为她首先得先是个人类 其次她才可能是个美女 是人类 她就得有鼻子和眼睛 是翡翠 她就得有结构 你要非谁想要美结构 那你只能寻求果宝帮了 你看人这大猪子 除了气泡啥也没有 这个猪子的颜色 也可以说是色标级的帝王绿了 天天在各种直播间买帝王绿的 你反思反思 您花那个价格能不能买着帝王绿 另外本次拍卖 值得令人关注的就是这颗钻石 这颗不贵啊 这颗不贵 这才3300万 3.06克拉IF级别的 这可真是世人只知粉钻好 不知蓝钻是个宝啊 这会肯定有人说了 钻石就是当代最大的骗局 现在真是买钻石就破产 钻石本来其实一点不值钱 钻石其实跟大理石差不多 它是其实个量产的东西 它就是被资本巨头一家公司 所有精神有钱收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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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一家公司 形成垄断 形成垄断 我就放量小 其实如果你把钻石纯天然的开展出来 不值钱 量特别大 跟大理石似的装修可能都够用 行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 行 别刚刚就是你对 资本家都是圈心眼 都是大傻帽 喜欢花好一千万买大理石 行了吧 就你聪明